南投县保姆学会日前在埔里正残服大楼 举办托育员在职研习训练课程 希望透过专业老师的教导 提升在职保姆的专业能力 让忙于工作的父母 能够更安心地将孩子托育给专业的保姆来照顾 今天是在职研习 现在县政府那边我好像知道的部分就是 因为课程很多经费很少 希望议员跟县政府都帮我们南投县保姆学会 争取一些经费 毕竟南投县保姆学会也是都存义务的 在帮这个社会跟保姆在做公益 希望县政府跟上级机关 多多帮我们南投县保姆学会一些经费 鲜业料资产肯定保姆学会的用心 而因时代进步 现金大多是双薪家庭 也希望政府能够多挹注经费 让保姆能够收到最专业的训练 让托育家长能够更放心 我们的这个保姆学会 透过受训后 可以有两年的时间 让我们这些超级奶爸来 可以一个最多可以带两个小孩 小孩一个包帖是三千块 两个六千块 我相信在资厂上 可以让我们的家庭减少负担 还可以一点点的收入来照顾自己的孩子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要给他们推广 来通过这个社会的讲习的训练 社会的进步造成青壮年一代 因忙于工作 对家中的长辈以及子女 无法专心的来照顾 也造成许多双薪家庭的困扰 对此副一长潘一选也希望政府 能够多关注老人以及幼儿的照护工作 让青壮年能够安心的来工作 进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才能够创造双赢 记者陈伟一浦里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